各位醫師 廖安 大家好 好 那我們今天的協事演講活動 特別請到衛生局疾病管制處的潘處長 親自來為我們做演講 那題目是 我們高雄市政府登革熱黃志倫成效 那以往登革熱在兩三年前 那時候我們的觀念就是說 好像登革熱是我們高雄市民眾的一個宿命 當高階時 都總是要受這個登革熱的擄任 那時候是真的在104年那時候 接近2萬例的病例死了110幾萬 那時候是真是慘烈 大家那時候也是 也是勃勃勃勁 那後來 後來那個衛生局去 去那個新加坡考察 那回來呢 回來他們就召集我們工會 的醫師做一些像Dairy Monitor 那其實登革熱我們知道 我們都很會枕斷 問題是 像去年我們登革熱補頭就是Zero 沒有 會有這樣巨大的轉變 我想不是只有我們 所以我們會枕斷會治療 他的前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整個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我們實在非常的敬佩 他在前端的防治 幾乎每一個小點 每一個漏洞都一想出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個防治 我們都帶我來 我就治療 其實 像我們三人前 我們爹就治療 不是都在治療 但是那個病例都沒有辦法消掉 所以那個就是靠他們 衛生局這些 淺端的 幾乎每一個漏洞 很少 我們都認為 哇你怎麼做這樣 但是這個真正就是 膨治的重點 每一個漏洞都要把它堵起來 所以高雄市政府 去年才會領個病例 那這個過程 我想今天就是 我們那個潘市長 要來跟我們介紹 那告訴我們 我們也是 給我們一個警惕 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去做診斷 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在前端 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我們要馬上怎麼警戒 這個才會 才是重要的 我們希望 不要再有一個破洞 尤其在我們醫療 不要有很多破洞 那由於衛生局 已經防製到 已經滴水不漏 心裡不漏 我們真的是非常配 那今天 我們現在就熱烈 來歡迎我們 我們盆處長的 這個介紹 謝謝理事長 以及在座辛苦的 各位的基層醫療的 醫師千進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是衛生局 疾病管處處長 畢星潘 那今天也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到這邊 應該是第一次 跟各位見面 我們討論 我們登革熱 在高雄市這邊 到底做了什麼 那我們還能夠做什麼 那剛剛理事長 也一直對於 從103年104年到106的一個成就 有一個非常 我個人是認為是推崇 不過我想這樣子的推崇 我們必須回饋到各位醫師身上 因為各位醫師才是我們 在防疫第一線的健兵 各位醫師的診斷 各位醫師的警覺 才是我們在第一線防疫人員 據執行各種防疫措施的一個 一個最重要的依據 那在這邊 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今年度在高雄市的一個 登革熱疫情上面 目前是還沒有本土病例 那但是境外移入已經有六位 已經有六例 那這六例呢 其實佔全國來講的話 比例上面 看起來好像並不大 但是跟各位報告 高雄市的人口數 佔全國的人口數 大概不到10分 大概是9分之1到10分之1中間 我們高雄市有273萬人 全國2300萬人 那整個全國來講 三十四例的 二十八例的聽委二案 高雄市佔了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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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次於台北市 這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境外移入 境外移入的風險 高雄市是滿 風險是很高的 風險是很高的 在全國是排名第二 我們看去年 去年全國 333例的境外移入個案 高雄市佔了三十四例 大概十分之一左右 這符合人口的比例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除了登革熱傳播風險 除了人口比例之外 還有什麼 文口的比例 高雄市這邊 在百姓范園跟埃及范園的分布上 是全國密度最高 全國數量最高 因此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們也分析了 大概高雄市去年整年度的一個 境外移入風險 在六度裡面 其實是只有台南是高一點 但是這一點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台灣 加以南 是分布 同時分布 百姓范園跟埃及范園的地區 那這樣的地區裡面 這樣地區裡面 人口數跟人口密度最高的 又是屬於高雄市 又屬於高雄市 那所以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搭配我們整個環境的風險 高雄市這邊 毫無疑問的 我們是登革熱 在台灣的防疫最前線 我們是在防疫的最前線 讓各位醫師更是前線中的前線 是我們防疫的兼兵 那分析它的境外移入的國別 最多的是在越南 然後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緬甸、印尼 我們可以看到 絕大部分都是在哪裡 我們現在新南向政策的重點 絕大部分都在新南向政策的重點 這也顯示了事實上 整個新南向政策 發展到今天來講 大概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不是問題 但是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不是問題的狀況之下 相關的配套是不是有做出來 比如像在春假期間 各位非常 有一個新聞非常的夯 就是麻疹境外移入的問題 這麻疹境外移入是從哪邊來的 指標幹從哪邊來的 從泰國 從泰國 那這樣子的一個旅 這樣的一個境外移入 不只是造成機艙裡面的一個群區傳染 更造成了沖繩當地 當地的新聞 日本政府也發布了 沖繩因為台灣境外移入的麻疹個案 導致當地38例的本土的麻疹出現 那這次有兩位國籍了 那所以事實上在整個 我們防堵這些傳染病的同時 會讓我們思考一個點 到底我們能多做些什麼 到底我們能多做些什麼 那這個是我們106年的一個統計圖 那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我們在本土個案方面 去年在南紫有三例 有三例 但這三例呢 所幸在第一時間 這三例是群聚 而不但是群聚 而且是同一家 同一家 這很特別的一個事件 那因為一開始發生群聚 就是一家人 四口裡面有三個德爾登爾樂 當時在我們一開始的研判裡面 我們會認為 可能整個社區已經不曉得 擴散到什麼程度了 結果一下去抽選疫調之後 我們發覺好像狀況不如我們想像的這麼嚴重 那根據我們疫調起來 跟境外移入進來的也脫不了關係 因為當地呢 事實上是屬於高齡化的社區 那會有很多外籍來的幫傭 有一些外籍勞工 那這些外籍勞工呢 基本上它是比較穩定的狀態 它不是屬於新近的外勞 新近的外勞我想大家都知道 新近外勞會有經過體檢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我們對於新近外勞的體檢措施 我們有個防範的措施 但是對於 已經進來一段時間 然後定期回去請再回來的這一些 目前在當時是沒有對策的 也感謝這樣的機會 讓我們又想出 怎麼樣去防堵這一塊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看過往四年來看的話 106、105、104、103 事實上這四年裡面 都有本土個案的產生 都有本土個案的產生 那去年是在7月17號 第29週的時候 前年是在7月6號 7月6號 那104年就更早了 5月103再5月 那各位可以 各位如果記憶猶新的話 可以想到 103年我們的個案 高測個案數字14,999例 104年 103年是14,999例 104年是19,723例 這麼多的一個群聚數量來講 到105年 本土個案幾例? 2例 就是有一部分340例是延續104年到105年3月為止340例 但是4月之後是整個中斷的 直到7月又出現 7月那時候 7月份是出現1例 8月份出現1例 所以當年度是2例 那106年集中在7月份 3例 一家人 就三個都同時感染登革的第三型 而且登革的第三型 我們經過基因型的比對 發現跟當年度的菲律賓型是一致的 當年度菲律賓流行的病毒株式是一樣的 然後該一個社區 經過我們擴大調查 事實上 他們引進的一些外籍勞工 就是家庭幫人這一部分 那菲律賓型就占了6個 是最大宗 是最大宗 那所以這個風險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去連結到 連結到說到底是哪邊出來的 因為畢竟那些外籍勞工 身上只有抗體 驗不出病毒 那 但是合理的推斷就是 今晚一路進來 造成遲過傳染 那這是我們一年來 過去10年以來的狀況 跟各位醫師報告一下 我們往回看過去10年 到97年為止 好像7月份沒有零病例的 7月份沒有零病例的 那現在是4月 眼見著7月份 可能在兩三個月的時候就會報導 事實上我們今年也很差 大概每年遇到7月份 我們就會心驚膽跳 最少最少都還有威力 最少只有106年跟105年都有威力 那這是我們歷年來分析 在台灣特別在高雄市這邊 流行的病毒株型 病毒株性變 登革熱大概有四種血清型 分別是12340 那在過去103年104年 這邊很慘痛的一個經驗 103年是流行第一型 104年是流行第二型 那因為103年跟104年 都普遍的大流行 那造成了104年 那可能有一派理論是交叉感染造成的一個初血清 或登革熱重症的一個機率上升 104年總共死亡個案數是112例 112例 當年度的mortality是高到下死了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在104年之後 104年之後我們一直在思考 登革熱大概在病毒株的下降上面 我們盡量從環境面去著手 但是如何去下降死亡率 這是我們一屆 在高雄市高縣醫師公會的支持之下 我們創建了一個全台唯一的 所謂的登革熱整個醫療網絡 那這個網絡呢 運作到目前為止 我非常榮幸的跟各位報告 事實上這樣的網絡 不但是高雄市 不但是台中市 台中市是最早最早跟高雄市這邊探尋說 我們要怎麼樣建設這樣的網絡的一個地方 那而且到最後連CDC機關署這邊都非常非常的推崇 甚至於將這樣的一個運作的模式 運作的模式 廣泛的要求台南屏東也要比照辦理 因為這樣子的確有它的效益存在 等一下會講到效益的地方 那這是去年的一個三個確診個案 我們都可以看到 都是在男子大倉裡的右倉中藝五項2期諾 就同一戶 同一戶 那這個是媽媽 那這個是爸爸 然後這一個是兒子 一戶裡面四個三個德勒登革熱 而且是同一型第三型 那這是他的位子所在 那發生了這樣一個狀況 當然我們一開始不敢掉以輕心 那即使位置在這裡 我們會針對周邊 包含左營的一部分還有男子 我們進行整個社區的一個 整個大概短短的一個月之內 我們投入的人力高達四百人 就在那邊聯繫到四百人 一天每一天都四百個人 在那邊做社區的巡檢 做開單告發或者是衛生教育宣導 那所幸這樣的疫情到一個月之後 是平靜下來 那沒有刺激破傳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這一個家庭 很簡單四個人而已 那就三個 爸爸媽媽跟一個小孩 都感染了登革熱 這才是典型的群聚感染 我們可以大概看一下他的位置所在 那在疫情發生的同時 其實我們也統計了 在周邊的幾個里大概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疫調的人數 疫調的人數 大概在方圓六百公尺之內 六百公尺之內 我們幾乎每一個都疫調了 六千多人 六千多人 然後呢 最誇張的 其實在當時比較 我們比較忐忑的是陽性數 陽性數是陽性戶數 就是說處理人 如果找到生病的地方 有幾乎 那個人還有七十六戶 有七十六戶 表示那地方 事實上 並沒有密度 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那所以 如果不是緊急防治 介入的早 介入的完整的話 其實在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造成四一波傳染 那首先這個 在我們最終控制期兩週 跟幾屆最終期兩週之後 那整個是沒有四一波傳染 為了確認沒有四一波傳染 我們針對當地 又多 又擴大採選了一百四十幾件 也確認大概抗體的部分 跟病毒的部分都沒有出現 那所以疫情是宣告解除 這去年的狀況 那其實在我們登革的防治 的邏輯裡面 在過去 我們一直強調環境的關係 跟人的關係 但是我們忽略了一點 其實病毒也是裡面 不可或缺的一個元素 那病毒怎麼來 這又回歸到我們之前 一開始講到的 今晚一路個案 高雄市在103年 104年的大陸疫情之後 事實上我們非常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會不會從 Endemic已經變成Pandemic 那如果是進入Pandemic的話 那可能策略要改變 可能就要像東南亞的國家一樣 那國家怎麼做呢 基本上登革熱是不通報的 跟流感一樣 流感的個案也不通報 但是重症的時候才通報 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個轉折點 那我們在考慮到人 環境跟病毒的因素之後 其實我們會跟新加坡這些 在相對登革熱的執行面 比較完整的這些國家進行交流 那當然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優勢又劣勢 台灣有台灣的優勢又劣勢 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台灣的優勢在於台灣的地鐵變略 至少一年有兩三個月 氣氛是不適合班人的生長 那新加坡的優勢是在於 他們的公權力非常強勢 新加坡其實坦白講 不認為他是自由國家 他是一個比較極權的國家 他們在執行登革熱的防治工作 不管是噴藥 執行檢查 他們是強勢作為 家裡面只要抓到蚊子 不是解決 蚊子可能從外面飛進來的 因為不管你家裡抓到一隻 兩千塊新加坡錢 兩千塊新加坡幣 相當於台幣大概四萬塊左右 好像是這樣子一個行進吧 台灣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台灣是抓解決 因為我不曉得蚊子是不是哪一家 兩個飛出來對不對 但是如果在你家這邊有看到 的確有積水的容器 裡面有抓到蚊子的幼蟲 那基本上是你們家沒有錯 台灣是這樣認定 新加坡幣是這樣 那各自有優勢一點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有一些激盪 這些激盪呢 首先我們大概就一屆這一部分 在衛生局這裡我們大概就做了一些 比較重要的一些前段的研究 這個研究研究研究 這研究研究其實包含血清血的研究 剛剛提到103年104年的大流程之後 事實上是在登格勒在高雄市 是不是已經到pandemic的狀況了 我們有進行相關的一些研究 那這些研究呢 包含針對死亡個案輸入 到底登格勒的死亡是為什麼會死的 結果我們曾經的狀況呢 其實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合併有一定程度的一些慢性病 Underline disease 其中最多的就是hypertension 高血壓 然後DM 還有入院的時候就已經診斷出 合併有其他的感染症 那這三項是第一 是最優先要考慮 而且很有可能就併發成為登格出血熱 或登格的重症 甚至DSS的一個發生 大概這件前三個 然後其他包含肝炎癌症 消化到潰瘍 這些有可能比較有出血問題的 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這一些 當然都會直接或間接造成mortality 那平均年齡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不管是103年或104年 平均的死亡的年齡 事實上都在70歲左右 都在70歲左右 都屬於高齡 都屬於高齡 而且合併有一些Underline disease 那這些Underline disease 第一名高血壓 第二名糖尿病 第三名在感染登格熱之前 就有其他這些不明的感染症出現 那就醫的部分呢 我們也去探討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個案 會在高雄市造成 這麼嚴重的一個死亡率 那我們發現 事實上 我們看出來 比較有關係的是在這裡 發病至死亡的日據 發病103年跟104年 剛剛講到 103年跟104年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病毒型 當然我們的 當然我們的錄文裡面看到的都是 登格熱第二型比較容易造成重症 第一型相對比較少 但是呢 這是不是實際的事情 那經過我們的一個探討 我們發現 不但是第二型比較容易造成重症死亡 而且發病到死亡的日據 也比第一型來的短 也就是說 他來的又急又快 又急又快 那反而隱藏起這一部分呢 對於這個死亡病例的就醫來看 不管103年或104年 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 那於是呢 在整個醫療流程 還有我們要如何下降降低死亡率的部分 我們提出了一個登格熱整合式醫療照護計畫 這個照護計畫呢 其實是必路藍旅 因為新加坡的狀況跟台灣的狀況不一樣 但是呢 如果把新加坡能夠做到的 台灣這邊的臨床醫療 特別是基層醫療這邊 沒有理由是做不到 那也非常感謝高雄縣市醫師公會的努力 還有我們的共同的一個參與 在一開始 我們就把登格熱整合醫療專案 在兩個月的時間之內 密集的一個說明 讓他成形 一開始 一開始大概500多家 到去年底為止 到去年底為止 已經到了將近700家 670幾家 那這一部分呢 還會再增加 我們的希望是 每一個診所 每一個診所 都能夠 當我們市民朋友的觸屏移性 如果說 有任何 懷疑自己得登格熱 懷疑自己有一些 其他感染症 我們都能在觸屏移性這邊 獲得比較好的一個協助 其中包含我們提供免費的公費快賽時機 我們曉得其實 在疫病到一定的程度之下 一定會有恐慌的心理出現 包含上一週的麻疹一樣 其實我不曉得各位基層醫師 有沒有感覺 我們在地區區域以上 現在目前自費的麻疹疫苗 是用吊貨的 自費的麻疹疫苗現在吊貨 所以其實疫病到103年104年 的狀況之下 民眾會有一個心理 他如果在發生 或是站到 站到登格熱 他跟你的發育 他只會發育自己得登格熱 然後發育自己得登格熱之後 台灣的健保又非常的好用 於是呢 就四處去求救醫 你如果說你不登格熱 他不想睡 他一定要 你為什麼說不登格熱 我明明我 對對對我跳得登格熱 我現在 每天都在發生不明 所以就 在103年104年 是個狀況 整個 只要有急診室的醫院 在高雄市區幾乎塞爆 急診幾乎是癱瘓的狀態 然後 去大醫院 去高醫 去高廠 去高隆 可以看到整個區域 都躺在那邊吊 掛蚊帳 當然裡面很多事 但是當然同樣也很多就不是 這個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基層的醫療診所這一部分 我們要扮演什麼角色 事實上 公共拍電影就是差一樣東西 給他看 讓他看到底 你說是為什麼是 說不是為什麼不是 於是快篩時期這邊 在105年 我們就普遍充分的提供給我們所有的醫療元素 公費快篩 公費快篩 只要民眾 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醫師認為 需要再做進一步的診斷 快篩時期就可以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使用之下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整個的 從105年到 從106年 105年是一開始使用的狀況之下 整個隱藏起就整個往下掉 到106年到107年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整個隱藏起 是普遍壓在2.5天以下 剛一直提到 我們的整合醫療專案 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被台中市首先認同 然後擴起到中央 這邊也要求我們鄰近的台南、屏東、廣為宣島 它轄內要設置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為什麼 就是在隱藏起 就是在隱藏起 我們曉得隱藏起是什麼定義 隱藏起很簡單 就是一個個案 它可能發病之後 這發病可能是發燒 發病之後 到被診斷出來的時間 這就是隱藏起 隱藏起越短 顯示這樣子的一個暴露風險 暴露在社區的感染風險會越低 103年、104年 那個時候在登革熱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高中市的隱藏起 是高達3天以上 3.4、3.6 103年、3.4、104年、3.6 到整個大流行民眾快恐慌心態的時候 整個隱藏起還降不到2.5天以下 還降不到2.5天以下 但是呢 透過我們基層醫師 我們透過我們六七百間的一個醫療診所 我們同心協力 我們有個目標的共識 然後適當的一個診斷工具 登革熱快篩介入之後 整個隱藏起 從106年穩定的壓制在2.5天以下 這是一個非常具體 而且了不起的一個成就 這發生在高雄市 發生在各位醫師身上 那再者 我們現在在推分幾醫療 大病我們大醫院、小病和小醫院 但是有用嗎 對民眾來講的話 似乎不太有感 正至於提高部分負擔 現在到醫學中心掛急診 可能離比出來 沒有一千塊、沒有一千五百塊出過來 有用嗎 我家住在高雲旁邊 高雲急診室還是人山人海 但是透過我們整個醫療專案 讓民眾再知道 要知道我是不是在高雲而已 我知道是 我如果高雲要怎麼處理 我可以找我處女醫生 我用找我躺他靠近的盡手 來處理 所以民眾普遍認同狀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整個的分佈百分之五十以上 成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是在我們的計程診所 這樣的學縣非常健康 從診所、地區醫院、區醫院、醫學中心 事實上是照順序排列 因此事實上我們會認為 整個的醫療 整個在防疫前端的第一線的醫師 我們怎麼讓醫療資源很合理的重新分配 這是一個防疫很重要的一個key point 那我們藉由整個醫療專案 藉由各位醫師的努力 我們在105年、下半年到106、107年 我們建立了很好的基礎 那當然除了整個醫療整備之外 我們還有很重要的一些相對應的一個防治措施 在3.0版這一部分 我們一開始105年是整合醫療1.0版 106年是2.0 107年就變成3.0版 那3.0版這裡呢 主要在計程診所的部分 我們鼓勵TOCC問診 隱藏日為兩天 不管他後來有沒有確診 只要通報出來 經過詢問他是兩天之內出現症狀的 那通報出來 我們會每個個案發給250塊 不需要確診 那如果小於2天 也就是以發併日作為Day0的話 Day1、Day2 Day2通報出來的 我們就是獎金200塊 只要小於Day2 包含Day0、包含Day1 我們就是獎金500塊 這些完全沒有確診與否的問題 如果確診的話 每個確診還加給獎金5000塊 加給獎金5000塊 然後當年度的前三例 本土個案的前三例 我們會加給1萬塊的獎幣金 那假日的部分其實是我們目前比較頭痛的 因為可能這個我們要講到一例一休 從一例一休開始 事實上在基層診所這邊 假日開診的醫院並不是那麼高 甚至於假日開始的檢診 假日開始的檢診 但是假日才是我們擔心的地方 如果假日的醫學中心大醫院的急診室 都是那麼錯誤的話 基本上很容易去弄掉一些個案 所以我們也鼓勵假日通報 如果隱藏期在兩天以下 兩天以下的通報 禮拜六可以得到250塊 那禮拜天或是假日 我們可以得到500塊 這就是我們在3.0版加強的一些能力 那民眾主動揣檢的部分也是 那我們鼓勵民眾盡早就醫 如果能夠盡早就醫 盡早跟醫師具體的描述TOCC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會給相關的一些講義措施 那我們主要整理起來 就像這樣子版面上面的顯示 那不管是民眾 醫療診所 醫師 還有我們的藥局檢驗所 為什麼藥局檢驗所要納入 很簡單 在105年 106年的時候 我們發現 剛只有兩間藥局被我們開罰 開罰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民眾可能有疑似的症狀出現 自己稍微會再加膩 未經處方 那這樣的事情呢 多不多 事實上很多 事實上很多 那這個只是我們找到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也跟藥師公會 有一些很直接的接觸 那各位